我們要分享的故事是我們的安全上學路 首先我們想要請問大家 請問你們的學校在上學和放學的時候 會不會有交通混亂的情形發生 有的請舉手 我們和你們也遇到了相同的問題 我們的學校前面那條路在上學和放學的時候 常常都會有車輛回堵並排停車 還有機車違規跨越雙黃線等等問題發生 所以我們想要來改變這些問題 於是我們調查中心路的路況 請大家猜猜看我們中心路一天有多少輛機車進行違規合轉 大家會猜猜有多少輛機車違規回轉 6 沒有那麼少 100台 100台 再多一點 106 150台 差不多 那請大家再猜猜看我們中心路天橋一天只有多少輛行走 在車輛的時候 在車輛的時候 我每天都要7點起床 大家都覺得很無聊 所以下次如果我們還要再進行類似的活動的話 我們可能會一邊計算幾 車子的數量 然後一邊計每台車子的場 我們也有去訪問的家長 我們也有去訪問的家長 你趕快去啦 你最乖的你去啦 欸家長來了 快點 不好意思 請問你剛剛回轉有什麼感受啊 就是那邊轉過來的就是車很多啊 然後非常的危險 但剛開始我們的路況跨出心中的那一部去訪問的家長 但經過一次又一次的練習 我們終於跨出了心中的那一部去訪問的家長 他們都說這樣很危險 但是為了求方便急快速 他們還是會選擇這樣的舉動 我們也 將我們 我們也 依據了我們所發現的問題以來擬定了四個方案 我們也將這些方案寫在海報上 並且到群校的各個角落進行簽名連署的活動 一開始我們都認為應該不會有人來幫我們進行簽名連署 廖建源為什麼覺得不會有人來支持我們啊 應該不會喔 長命應該會很冷清 沒想到那一天 比夏特就有一窩蜂的學生來找我們進行簽名連署 我們真的都覺得很驚訝也很開心 當交通隊知道我們學校的交通問題時 幫我們用交通最模擬的交通桿的實際情況 在 在示範的過程中 效果非常良好 違規迴轉的車輛變得比較少 走天橋的人數也增加了 但是還是有些車輛會從 校門前的缺口進行違規迴轉 也就是黃色網狀線那邊 那樣非常的危險 在我們拿掉交通追的隔天 馬上發生了一起車禍事件 原因是因為有一個守法的機車騎士 與一位違規迴轉的家長進行擦撞 所釀成的車禍事件 經過這件事之後 之後讓我們了解我們這個行動的重要性 也讓我們更加的有信心了 學校知道我們在做的這個行動之後 就幫我們申請了會談 然後會談結果決定我們可以磨除停車格 然後磨除之後我們學校的路況確實有變得比較好 然後車輛並排的問題也有減少許多 然後做的這件事讓我們知道我們孩子的力量是無限的 然後只要學著說I can 就沒有事能難得到你 We can we change 我們的安全上學路 謝謝大家